我们先集中在菲律宾讲 因为菲律宾这事情 就是一个铺陈的非常非常久 我们本来会等待一个 高潮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个高潮事情 赖老师已经定位叫认怂 它的认怂有好几点 第一点是说 你看它本来的那个美国的布局 是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布局 那就是表示 它是要用一个航母战斗群的方式 去把军力投射到南海 不是菲律宾 是南海 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南海的 大的铺开的展开 但是相对呢 中国大陆并没有搞很多艘的军舰 也没有找万船齐发 它就是一艘 那个军事术语就要叫它 叫做五拐洞 这一艘船 它在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 我常常讲就是 美国的海军武器 跟中国大陆的海军的舰艇 事实上是有代差的 那这个五拐洞呢 它是大概在3600到4000吨 那这个3600到4000吨 已经远远大于菲律宾本土 就是菲律宾本身所有的军事力量了 这一艘就够了 就比它们大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没有美国的支撑的话 连全部的菲律宾的海军的 都已经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五拐洞 更何况它有随时可以持援的 更何况整个南海的布局是非常完整的 那这是简单说就是我们光看菲律宾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 就是最近在2023年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动呢 是东北亚变了 美国把韩日美三国连在一起了 当韩日美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局势 因此东北亚变了 那在最近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呢 李在民遇刺 那就使得一个比较相对的对美国 有一个不完全听命行事的这个力量呢 也成为了非常危险的存在 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你看到朝鲜 开始去展现它的军事武力 所以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讲 它可能面对的局势是这样 我鸿海的事情没有解决 就是我整个印太 要从这个波斯湾战一路加来的 我鸿海那个地方问题没有解决 那么而且大家都知道 叶门呢是美国单独在施展 它的军事实力的 没有别人在帮它 虽然说有很多的国家一起 但基本上就是美国 所以鸿海我要去独立解决 苏伊士运河没有解决 叶门的事情我还没有解决 更何况呢在伊朗这边呢 还有一个新的恐怖攻击 所以这边已经是一锅洲了 所以在那里的军事武器 是不能够抽出来 回到亚洲的这个南海的 所以那边动不了 那么北边呢 原来我们都知道在亚洲 美国在国际上面 布军的前三个国家 第一日本 第二德国 第三韩国 所以日韩本来是一个 很稳的一个军事存在 但是朝鲜半岛突然动荡了 所以我日本不能动 在日本这一带的这个军事部署呢 我也不适合把它拆抽掉 所以在我两边都要作战的情况之下 我还有什么军力可以在南海 声势挑衅 如果只是自由航行也就罢了 可是这是个军演 所以如果说在南海要做任何的事情 如果其他的国家 包含域内国家 中国大陆 对他有反应的话 我会不会反而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所以红海在北边的话就是黄海了 在那个黄海环渤海这一带 没有办法去抽掉任何人手的情况之下呢 显然南海只能够降低它可能的冲突 让它更为安全一点 所以你看到的美国 过去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讨论过 美国说我们在22个时区 虚拟跟实际的同时去做军演 表现我们美国可以在22个时区 同步作战的那一个军演之后 现在发现只是红海跟东北亚 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全线作战了 那么显然美国需要去重新去想 它的战略部署 并且它必须要正视 包括中国大陆跟其他的 域内国家的军事存在 不是只有你说了算 那最后我再讲一点 我觉得刚才郁星讲的 他们彼此讲话很有意思 菲律宾只能说 这是我的专属经济区 中国大陆说这是我的领海 领海是有领海基线的 是从12海里 然后在外面有个毗林区 24海里 专属经济区呢 一一字是200海里 而且专属经济区 并不具有主权的意味 可是中国大陆的回答是 这是我的领海 它是有主权的意味 所以他们这两个 很简单的对话中间 一个只是主张 它的专属经济区 而且它也知道 它不能有主张它的主权 可是中国大陆所主张的是 主权是领海是领域区 所以我是觉得非常的遗憾 当我们看到两韩 就是说朝鲜半岛 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都记得 在不久之前 2018年的时候两韩还共组 那个运动的那个球 运动的队 然后去参加亚运 就是说两韩曾经有一个 由他们自己去主导民族未来的机会 并且两边都有非常具体的在推进两韩最终 如何去政治解决他们问题的那个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 我记得我最早跟赖老师上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每一年都要讨论美韩军演 然后我们每年都在讨论说 美国什么时候要把那个军事指挥权交还给韩国 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又一年了 这个遥遥无期就是不会交给韩国 所以你必须去理解说 今天的韩国呢 就是军事是在美国的主导之中 只有政治是韩国人的政治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若是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把核潜艇 带回了朝鲜半岛 在最近的那个演习中间 还居然去做了仁川登陆 虽然经过大量 我相信背后很多折冲 就短短的去短短的回来 但是毕竟还是去了 仁川登陆还是一个非常大的 象征性的一个美国军事的 武力的存在 并且仁川登陆还不光是韩战 还连甲午战争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利点 所以你仔细去看的话 美国的核武从萨德开始 它的核武器跟核潜艇 陆陆续续回到朝鲜半岛 加上去年这么明确的 变成美日韩的三边关系 它的军事情报的交换 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应该就是联合演训 联合演训完了以后 就会有更具体的 就是共同协同作战 那协同作战以后 对上是谁 当然就是朝鲜 然后它背后的 在我们六方 在朝鲜的六方的会谈中间 一边是美日韩 另外一边就是中日朝 所以它所对的就是 六方里面的另外三方 那个其实就是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大家不要忘了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是美国跟苏联说 我们在朝鲜半岛 进行我们制度竞赛的一个实验 所以南边是交给美国 北边是交给苏联 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一个 韩国的政府 所以日本在退出的时候 是分别交给两个大的强权 在朝鲜半岛上做制度上面的竞赛 才会有后来的韩战 有长期的骨肉轨格 一直到了2028 我们刚刚讲不久之前 两国的队伍还可以一起组一个 亚运的队 曾经就是有那个和平的曙光 我觉得今天听这个看起来 就是让人唏嘘 因为你连DMZ就是非军事区 要重新再军事化 本来是民族的问题 现在变成敌我的问题 敌我的问题 那难道我们看到了 不会去好好的想一想 我们台海难道要被他们搞成这样吗 就是说列强在做他们自己的棋局的时候 所有的其他人都是棋子而已 而韩国给我们看的例子 实在太过明显 如果我们一年以前讲 会有1月6号的国会山庄事件 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打破了一个又一个 我们传统上认为 美国民主中间的一些铁律 大家仔细看看 11月选完 11月第一个礼拜选完 一直到1月6号中间 川普每一件事情都兼蔽亲眼 打到底都不承认 无论是说票数不承认 验票结果不承认 到了甚至到后面 连国会要去 只是去认定那个票数 然后在选举人票的时候 也是认定那个票数的时候 也不承认 那这件事情在美国的民主中间 是前所未见的 固然我们说 全世界的民主有很多种的样态 但是美国的民主 毕竟是一个相对老牌的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它的制度是这么的脆弱 本来认为它的制度 至少还有一些自我修复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看 从1月6号 就是四年前的1月6号 就到现在 你仔细去看的话 2020年到现在 你会发现 几乎你在所有的民调里面 人民的意志 都是从中间一分为二的 民主党的人觉得 民主党的人做得还不错 共和党的人都是很邪恶 共和党的人觉得 共和党都是有道理 民主党的人都很邪恶 你在大部分的民调中间 它这个一分为二的现象 难道不是刚才欲擒说 将来可能有一个 美国内战的一种 底下的土壤吗 也就是说 这整个美国的民意已经两极化到一个 几乎完全不相信对手 甚至连一般常识认为的这些正当情况 都已经产生了问题 几乎完全是在平行时空 平行宇宙生存的这个状况 我1992年的时候还在ABC管新闻 当时我们的ABC的新闻的主党就在想说 当人们开始主动的去寻找他们要看的新闻 那时候还没有推播 没有大数据 没有算法 一直推播给你要的东西 可是当时我们发现说 大家对于那种共同的新闻越来越没兴趣 只更新自己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在问的一个问题是 当一个国家的人 他们所接受的讯息都是破碎的 是分裂的 是自我选择的 那么到后来 这个国家的人如何去共同做对国家最好的决定 难道这不是今天美国的状况 1992年到现在 这么几十年下来 越来越分裂的新闻选取的这些行为 大家所做的越来越分裂的推波 使得所有的人所看到的事实真相 已经没有一个共同的事实真相 而是分裂的事实真相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开始刚刚你刚讲到说 在4月就会上的这个Civil War 除了这个以外 很多的学者开始在讨论 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分裂 就是说也许不会一下进入一个战争的状态 但是美国这种持续从民意上 甚至对事实认知上面的分裂 将来对于美国这个需要靠 共同来做决定的这个制度 会有什么影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 以前总是认为这个制度 它过去曾经有很多次 有自我更正跟修复的能力 可是我们从特朗普开始看到 这个制度完全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它极端只会更极端 而不会自我修复到一个中道 或是回到它原先的那个固定的轨道 它的极端会获得更多的选票的情况之下 极端主义者会越来越极端 所以一个是整个美国民意的分裂 第二个是主要政党的越来越极端化 使得这个国家在今年的选举中间 一定会产生很多 我们过去前所未见也想也想不到的现象 所以四月有这一部这个美国内战的电影 恐怕就好像我们看了其他的很多灾难电影一样 是给我们的一种预警 过去我在新加坡负责亚太地区的时候 印度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 从那时候到今天印度都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你要把印度看成一个 有一个小的非常高端的经济体 跟一个非常大的仍旧在挣扎的发展中经济体 这两个经济体中间几乎是没有什么连结的 也就是说你不论是你是什么行业 如果你要找到最高端的金头脑 你在印度是可以找得到 因为它的人口基础也是非常的大 然后它整个的基础也是相当的多 但是若是你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 共同发展的一个情况的话 它第一个基础监测不足 第二个教育机会不均等 第三个贫富不均的情况非常严重 第四个区域均衡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非常高端的 非常厉害的极为富裕的印度 跟它底下那些需要很多很多的资源投入 才能够进入一般的脱离贫穷落后 进入中等发展的阶段的那个印度 其实要分开来看 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到那个总数 看起来还不错 而且从无论是美国的供应链在强迫的移转 或者是它的有岸外包让很多的公司 必须要到印度去建立基地 或者是它的人口红利的这三个大角度来看 明年的数字还不错 而莫迪一直有一个21世纪的印度的强国梦 希望他回到了一个世界的舞台中间 那个舞台中间的位置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的时候 你如果从中国大陆看的是往西走的这一条路上 印度是同时往东西两边走 就是它的中间一个枢纽的位置 有点像他们以及阿拉伯的那些众国家是一样的 在过去的一带一路的情况之下 那不要忘记了 印度一直是西方的海权国家 在经营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重点 譬如说以前英国借着东印度公司 借着英国的白银 到中国大陆去购买各种各样的产品 包含茶叶 然后他做了一个三边的贸易 最后在这个三边贸易中间 当他没有办法维护他原来的这种 巨额的贸易的这个利润的时候 就发动了一个极不道德的鸦片战争 1840年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印度一直是在西方的列强 视为他自己人 并且长期经略的一个 殖民经济中间的核心 那现在当然他又回到了 在美国不断地是希望大家 把很多的东西从中国大陆 移转出去的时候 他似乎又回到了这个中心位置 所以我相信今年明年 你会看到印度有很多的利好消息 但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核心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欠缺基础建设 欠缺普遍而且高度的教育 他不是没有精头脑 他的像很多他的印度的高级的学校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欠缺普遍的教育 欠缺贫负分配中间 有效地解决贫穷问题 也欠缺区域均衡中间 有效地解决办法 这四个到目前为止 印度还没有解决 你如果是一个投资人的话 你会最近觉得 好像日本的股票市场还不错 那他的股票市场还不错 当然是因为他长期用低利率 或者是负利率的情况之下 日元成为了一个 国际金融炒手时长运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工具 因为他可以借非常低廉的日元 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做其他的投资 这样长期以来 刚才讲了他的债务 已经到了GDP的250% 260% 那所以日本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他要怎么样把在海外的日元 要收回来 因为海外的日元已经跟他现在 国内的GDP差不多了 那他收回来的一个工具 就是让日本的股票还不错 所以你把海外的日元换成在 就是在日本的日元 然后去投资股票 那么这样子可以让他 有一部分收回来的能力 这个相对比的当然就是美国 美国利用升息 把海外的美元收回来 而日本没有办法用升息的工具 因为他所欠债的对象 多半都是国内和自己的政府 所以他如果再升息的话 他整个经济就会产生 非常大的海啸的这种冲击 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日本的老化不只是人口的老化 是他原来的经济结构 跟他的工业结构的老化 并且在最近的几次的赌博中都输了 譬如说他在芯片的赌博 还有他在电动车电池的赌博 两次日本都赌了一个 现在并不是主流的 所以他在未来的这些前沿的 可能发展中间 也会趋于一点弱势 因此你会发现最近台积电跟日本谈话的时候 日本什么都可以 你只要来我什么都给你 因为台积电变成可以使得他 从这几次的科技赌注失败之后 有一个至少可以持平的一个机会 因此我们看日本这个国家就是 他当然还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 他当然还是具有非常强大的军工实力 甚至他的军工实力强大到 只要美国同意拿掉他的这个宪法的拘束的话 他的所有的这些重工的公司 马上就可以制造军事武器 他可以出口军事武器 他可以对于亚洲的其他的国家 做很多军工武器的出口的时候 他整个经济体就会回到一个很强劲的可能性 但是在这一天来到之前 按照他现在的状况 他还是在一个平平稳稳的走的 别忘了在最近这段日子以来 日本都没有增加他的GDP 他的GDP是留在一个 差不多二三十年在一个类似的位置 当然他有一点点的成长 但是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 就是在底下慢慢慢慢走 那这二三十有人说是一个失落的二三十年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看的是 你这个失落的二三十年中间 那个结构性的问题有解还是没有解 那到目前为止 他只靠着一个低利率跟负利率 去勉强维持 他可以向国内借债 向国内向政府 向国内借债 向大企业借债的这个经济结构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转还的机会 昨天前天你会发现经济学人 他假称去访问欧贵芝老师 这个反中克刚的这件事情 他反对去中国化的克刚 内容的确有很多是欧老师他讲的话 可是他的标题就是说 中共在运用这一个争议事件戒选 就是经济学人直接就说 他的标题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方媒体 他们在这个地方是 就像刚才亮哥讲的是 没有下线没有底线的 而且他们是直接在戒选 甚至可以把一个一群高中老师 他们对于未来文化跟孩子教育的忧虑 和家长的忧虑呢 直接就扣了一个中共戒选的帽子 非常非常的应该谴责 对没有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在关注 那时候怎么不报道呢 他们关注了18年 从95战纲就是战刑纲要开始 关注了18年 是啊 我们讲一下这个韩国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海昆舰呢 他因为是一个潜舰 他所有的焊接需要一个非常高度的技术 所以他现在已经给大家看到的那个内圈呢 是由韩国的技术人所焊接的 那么当他变成了一个可能的弊案的时候呢 他们这些人很多都回到韩国区以后 那我们就要请问他后面的工作 会什么人来接续 因为这是一个两层的构造 所以外圈更需要是个增援 如果你不是增援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承担水下的压力 所以说这个海昆舰 蔡英文总统说他5月20号会要下水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他5月20号是绝对不可能下水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 那当然韩国在这个中间的角色 你可以说他只是一个技术协助 或者是他是一个被雇用来的 但是事实上呢 连原型的这些设计图都没有的时候 是完全依赖所谓韩国顾问 提供给我们那些比较重要的设计图 所以他们不只是一个提供者 他们其实应该是放在最高上面的这个阶段的设计者 那又没有一个大的公司去做设计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将来调查起来 一定要彻查到底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刚刚就是回去说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很无奈的状况 我们就是先拆以信 两岸中间的这些 每个国外喊打喊杀的各国媒体 都说我们兵凶战危 说台海非常危险 大陆随时要来侵略 放在引号里面要来侵略台湾 这些所有的这些说辞 难道不是很多很多人他们的布局的期望吗 但是我们生长在台湾一定要拆这个引信 我们不拆掉这个引信 我们就没有明天 所以拆掉这个引信以后 那你要看说 无论是赖清德 或者是侯康 他们当选以后 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现在是在美中的大格局里面 讨论台海问题 所以无论是谁当选 这个大格局不会变 而这个大格局中间 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开始 更积极主动的把主动权拉在手中 也就是说不像当时 蔡英文当选以后说 你要不要认九二共识 给他一顶时间让他去回应 可是中国大陆现在在选前 就做了贸易调查 壁垒调查报告 开始做了ECFA 开始做了敏台的融合特区的 各种各种的政策 也有还有很多其他政策会 不断地去推出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个大格局里面 就是中国大陆是最重要的 一个主动方 而台湾的无论是谁当选 他们在有限的可能性上 当然是要为台湾争取最高的利益 那最高的利益绝对 不会是打完仗以后 打仗打完了打输了 你就没有利益可谈 所以说我们现在 必须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无论现在你有各种什么样的想法 若是赖清德当选 虽然可能觉得他会往中间挪一点 但对不起啊 我们今年的5800亿的军事预算 会不会变呢 不会变 已经说了承诺美国的 从四个月变成一年的军事 要当兵服兵役的议期 会不会变呢 应该也不会变 所以赖清德当选以后 我们现在的持续恶化的状况 是应该不会变的 那当然就是隐性越来越危险 它燃烧到越来越短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天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够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